高雄有名母親把剛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小男嬰 放在床上一起睡覺 不小心嚇到小男嬰 造成她沒有呼吸心跳 雖然說媽媽抱著男嬰 緊急跑到附近的消防隊求救 但小男嬰送到醫院之後 還是宣告急救無效 上午七點多 一名富人抱著小孩連忙往外衝 到附近的消防隊求救 因為他們剛出生的小孩才一個多月 疑似是口鼻被東西壓住 沒有了呼吸心跳 女人是在騙子 我只要抵刷的打死而已 救護車緊急將小男嬰送醫 但經過急救還是宣告不治 根據了解這一名小男嬰排行老三 出生之後就跟媽媽同房 原本是睡在嬰兒床上 但是因為天氣寒冷 媽媽把他抱到床上一起睡覺 但疑似是不小心壓到小男嬰 才會造成意外發生 他生母多父母 老母也很好 不愿帶孩子的那種家庭 現在檢察官初步相驗 小男嬰的外表沒有傷痕 暫定22號早上赴驗 離勤死嬰 而為了避免類似的遺憾發生 小兒科的醫師建議 嬰兒跟家長最好是同房不同床 而且嬰兒最好是蓋自己的一條被子 我們的口鼻不要被你的棉被所遮住 小朋友當你的口鼻被遮住之後 太小的小朋友他是沒有辦法自己去做一個脖子腳轉動的動作 就可能會造成窒息 這幾天天氣冷不少爸媽擔心嬰兒受動 常會幫嬰兒蓋後被子 但常常一個不小心 就會容易造成遮住口鼻的危險情況 提醒家長一定要格外注意 以免發生遺憾 記者吳國貞 SNG小組 高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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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